生活环境跟以前生活环境一定差异很大 那以前人可能真的是富贵人家吃太好 才可能有糖尿病 就是现代这个名词 但是因为萧可它又分为上中下萧 它有不同的症状 那这样子的症状呢 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差异 让我们可以知道一下吗 终于把身体分为三个部分 就是上中下三胶 那上胶是属于肺会口渴的部分 我们叫上胶 它这口渴比较明显 中胶呢这是脾胃 脾胃跟这个吃有关系 所以说会多吃 我们中间叫肖骨散肌 那这个叫中胶 下胶呢 它会有一个多尿的状况 所以我们叫下胶 跟肾有关系 那我们中间在讲水分 都会讲到肺脾肾 这些是讲气 讲水 就是这三个脏气 透过扎针取穴会能帮助延缓它 这样子的末期的一个来临吗 当然我们中医的这个针灸 可以在这个任何的疾病里面 它都有一些效果 那就我们现在的取穴来看 我们常常会取的穴位 大概就是竹太阳膀胱经的 这个背书穴里面的这个皮疏 割疏 还有我们竹阳明卫经的竹山里穴 那加上这个肺疏 肺疏 对 这是上胶的 这管下胶的 那关源就是我们的这个肚脊 下面三寸的 这是我们的丹田的地方 那我们认为 人的元气从这边开始 所以这关源穴 是我们常取的穴道 这样子的一个治疗 它是必须比较密集性的吗 还是说不需要 这个针灸的话可以每天来做 你可以每天做 两三天做一次 所以经常做是最好的 因为它是透过刺激我们的穴道 然后去恢复身体的机能吗 因为穴位的刺激 它有至少有 我们知道 现在医学研究 至少有两三个基转 第一个就是说 它直接利用这个痛 刺激我们大脑的 分泌这些脑内肺 调节这些荷尔蒙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 它穴位附近 它有一个神经的传导 是 那很多人也会用耳穴 所以耳穴也是一个好方法 耳穴也是可以用的 因为有时候耳穴它可以放着 停留在身上 一直吃鸡它 可以停留 甚至我们可以贴一个礼拜 那想到时候去摸摸它 压压它 持续它的效果 我要推荐给大家 就是糖尿病患者 可以吃的药膳 这个药膳就是 黄芪炖如鱼 黄芪有什么作用 黄芪在中医讲 就是补气的作用 那它有一句话叫做 身固表 食补中 就是说它对于 这个汗腺的控制 它有很大的作用 那对于脾胃方面也有帮忙 那在煮这个料膳的时候 要注意 不要放太多红枣 为什么 因为红枣很甜 红枣很甜 所以在用枸杞红枣茶的时候 要注意 要酌量 要酌量 不要吃太多 是 所以这个呢 如果不加红枣也是行的吗 红枣当然我们中国菜都是讲 就色香味俱全 但是有红萝卜啊 红萝卜当然够了 但是有点甜甜的味道也不错 是 它着色啊 这个还有 它本身那个水果的香味也很好 是 那为什么要用鲈鱼啊 鲈鱼它本身 我们知道 它在伤口的修复 很有帮忙 那它主要是胶原蛋白很多 那本身是好的蛋白质 所以有一些糖尿病人 它有一些小伤口不容易愈合的 我们用鲈鱼来帮助它 那今天呢 是不是也是要提供给观众朋友另外一道茶饮 对 那今天我们提供的茶饮是牛蒡茶 牛蒡其实在人家说是平民百姓的人参 因为它比较便宜 但是它又有人参效应嘛 我们叫白色的这个药 都入肺跟入这个胃 脾胃方面 那人参跟这个牛蒡 看起来它是非常相似 是 我们现在现场这个牛蒡看起来就很像这个人参 人参刚才起来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叫平民的人参也好 那我们在喝它的时候 也有同样的味道 也有人参的味道 那这个牛蒡茶 非常适合这个糖尿病的人来使用 为什么 它有健脾 有喧肺 甚至对肾脏也有一些很好的作用 所以这个茶是糖尿病患者可以喝 然后我们一般人也可以有效的预防吗 是 它也可以有效的预防 这个是要用煮的吗 还是泡的 这个一般都会先会晒干 你是用干的去泡 去泡 我以为是用新鲜去煮 新鲜的大概是煮的味道又不太一样 是 因为我们这个叫做泡制学 就好像人参 有各种的泡制的方法 它出来的味道是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泡制 不能用新鲜的吗 新鲜一般就是用来煮汤嘛 煮汤嘛 就是直接吃它的这个 应该说它的根 炒牛棒这样 是 炒牛棒啊 或是这个煮汤 煮排骨汤啊 味道都很好 可是这个喝起来 其实还跟那个汤还蛮像的 对 有点像 但是它晒干之后 它泡出来会更浓郁